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我近来也是半个地主 谢谢大家 很多很远来的 尤其刚刚讲话这位小姐 从华盛比西赶来 而且两个钟头到唐人街以后 以为在中华公所在磨了很久 然后好不用又到这边来 我首先要向你谢谢你 刚刚你讲的话我非常同意 我有很多我的看法 我也接近你的看法 那我现在在这里就讲三点 第一点就关于王安的事件 周子瑜的事件 王安这个人是一个过气的过心 可以讲是个痞子来的这个人 那这个人跑到大陆去发展 那他知道大陆现在在攻击台独 所以他就拿这个台独话题来讨好武汉党 那这些张子瑜的事件呢 明明是张子瑜拿一只小国旗 在床上拿着韩国国旗 那个中华民国旗 他就一口咬定他是台独 然后呢就逼得张子瑜在电视视频上 1月15号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那个视频都很难过 就等于看到IS跟IS在抓的人质 叫他对着这个镜头去骂美国 完全一样 这个讲是王安做的 可是背后这是共产党做的 为什么 这说明一个什么事 共产党跟恐怖组织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想我客观一点看 近这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人或者自由世界的人 欧美国家 包括台湾 包括日本 东南亚国家在内 最恐惧的是两个力量 一个是恐怖主义的力量 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力量 大家没有人提这个事 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制度 是整个人类的癌症 这个IS的恐怖组织 只是一个险界之词 怕差点要过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提这个问题 他今天从IS这个 从这个张子余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 共产党跟恐怖组织完全一样 甚至又过之而无不及 我个人从香港到台湾到美国 我看得很清楚 共产党在海外 用这种绑架的手法 把人绑到大陆去 用恐怖分子的方法 来宣誓这个要威和台湾 你拿着中方英国去 你就是台独 所以这个事情 对台湾其实没有害 只有帮助 怎么讲 以前的台独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民进党也不认同的 只有国民党认同 那么国民党的认同 因为大概为了圣医也好 为了尽竟好 向大陆倾斜 但并不代表亲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就认为台湾这一次 因为张子余的事情 大家认同 中华民国这个棋子 就是青天才认同 不是张子余 周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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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子 那这个事情呢 可以大家看来 有害的就是说 背后 我还只是傀儡 只是一个人渣 可是最后 后面是一个恐怖组织 恐怖的共产组织 所以我说 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完 刚刚讲周子余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我认为这次台湾的选举 我跟国外 我承认 我是生蓝的 而且我绝对反共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考虑 什么跟你什么 大家什么和平共产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就认为这次的 对台湾的选举 不管是蓝赢 或者绿赢 或者赢了多少 大家现在讲 蔡英文大胜 国民党惨败 其实不然 回想2004年 2008年 陈水扁贪腐之后 民进党 当时的马英九 那种光环 那种受到注意的程度 那岂是蔡英文可以比 她就算是当时达高 就算现在蔡英文拿到六八九 拿到那么高 可是马英九还是比她高很多 马英九到唐人街来 在中华工作进去的时候 每两个马路全部挤满人的看到 像个明星 但没有想到这个人 刚刚社会小姐讲的秀才欲作兵 他是一个诗文的 是一个什么 忍让工签的 是一个有学问的 那我看这个选举呢 谁赢谁不中华 重要的是台湾的民主宪政大胜 对大陆的影响是不可以估计的 大陆老百姓十三亿 今天稍微开放一点 已经百花齐放 各种人才出来了 那大陆老百姓看了眼里面想 为什么一个台湾 可以用这么艰难 这么多的手去选出一个总统 没有生意 一选完大家 你供货我对不起 我上来了 这是一个多好的民主性示范 大陆老百姓不笨了 今天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口里面 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 都会羡慕台湾这个宪政成功 这是不是一个大胜利呢 民进党赢也好 国民党赢也好 只要他依循宪政的制度 民主的制度去推行 推行台湾的这个行政 那就是 我觉得我们都永固他 我是深蓝 但是我非常痛恨台国 并不是因为我不主张台国 我曾经讲过一句 我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我的秘书长 有一天我跟一个开会的时候 我都讲 假如台湾不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 跟中国大陆统一的话 我主张台湾独立 我站起来讲完之后 再找所有国民党大佬 我大力不道 我说 我这一次到休斯顿开会 也有人讲 你这样的批评影响选行 我说我告诉你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不是国民党 我永固自由民主 我不见得一定喜欢哪一个党 我说我有选择 这是我认为 我对两岸这个选取的看法 谁赢谁信 谁伟大 谁光 谁英明 甚至我可以判断 蔡英文的背景 跟马英九几乎类同 有人说她是女版的马英九 以今天台湾的自由言论的程度 以绿营与台独分子黄民分子之嚣张 将来蔡英文在内部的版别 不要说对外 她连民进党里面的人权力的安 权位的安置 就是资源的分配 最后的下场 比马英九还要惨 各位 看未来的八年 第三点 我把马英九跟蔡英文刚刚比了一下 我在想 我也认 我跟马英九 在她哈佛的地方 我就认识她 然后跟她这个责任处 这个人呢 就有一点缺陷 唯恐天下人 不知道她是好人 一旦 一旦落了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是违反原则 违反理性 所以搞了个八年之后 落到民意调查百分之七十一 掉到百分之九 这是真是我们当时喜欢她的人 拥护她的人 爱惜她的人 很大的痛苦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 给马英九 我用我那个纽约通讯的名义 写给她了 她知道 我写了 我说 你颁奖给一个 在美国 一个叫涅华林的 在埃华做什么国际水素班的 我说这个人 根本是个亲共分子 而且极端亲共 我说 你把一个 把她叫到总统府里面 在千年百日齐前面 把一个什么 指寿什么勋章 颁给她 你对我们所有海外反共人士 最大的侮辱 结果她拿一封信跟我解释 这个人如何都有贡献 我再回她一封信 没有贡献 她对中华文化没有贡献 对中国文学也没有贡献 这个人只是讨好 先是讨好共产党 还要告诉你 涅华林的八八共产党进城 一枪就毙掉的人 共产党把她杀了她父亲 没有这个杀父之仇 替毛泽东翻译四十七首 翻成英文 在轮轮图版 宣称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世人 这样一个王八蛋 你颁奖给她 我对不起 我很粗鲁 我没有念什么书 我讲话讲得很真切 但是呢 我想一点 我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是中华民国人 我热爱这个国家 还有一点 我崇拜蒋公 我也崇拜国父 这是我的底线 谢谢